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横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在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听众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案 透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老汇评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较瓜指数的金最高在15913点 最低在15800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128点 来到15804点 加总值是2534亿元 来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了 大乔攻上涨停板 我们的小乔怎么样 蓄势待发就要发动了 果然今天就发动了 因为今天他也攻上了涨停板了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只有听众朋友们 目前这样的盘式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那刚刚飞瓶也说了 今天整个大盘下跌128点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台积电 它持续的一个落势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 在破了这个月线之后 有持续往季线 来做一个移动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今天是以这个下跌10块钱 是以今天的最低点作收了 那当然这个台积电 除了说先前所公布出来的 第一季的一个营收了 还有三月份的营收 这个不如预期以外 今天因为刚好又有一个新的讯息出来 就是大家都知道 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巴菲特 我们的股神巴菲特 把所有的台积电的一个股票 都出清了 那今天他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如何如何的 所以今天又引发了一个讨论 那其实我想对于台积电的部分 讲的人很多了 那我也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那最重要的我还是那些老话 半导体 我想第一季 本来就是在谷底的一个位置 我想这个 从以前到现在 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现在因为台积电的一个话题 稍微热了一点 大家似乎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又重新拿出来讲 但是我个人认为平常心看待就好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积电的一个弱势 让今天整个家圈指数跌了128点 最重要它破了五日线 破了十日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改变 我们先前所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关前震荡 又或者是区间盘整的格局了 我说过现在大盘所处的位置 就是上有压 下有撑 上有压 除了万六 现在旅工不过以外 我说真正的大压力是在16162 这是去年三尊猴的一个景线的位置 这个压力我认为比万六还要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现在在没有亮能的情况之下 当然特别是现在 这个盘面上利空又分层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当然不容易往上攻 但是你说到往下 那今天破的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到底也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这样讲 目前我说除了 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以外 下档还有包含月线 季线 甚至于半年线 都是呈现上扬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目前中长天旗的一个均线架构 都还是一个偏多的一个格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以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 在一个震荡的格局里面 你不要说破了五日线 十日线 重视你往下回撤到月线跟季线 目前月线的位置在15704 季线在15438 我都重视 测试到月线 甚至于是测试到季线 我认为都还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因为区间震荡本来就是这样子 下来测试到月线季线 然后再往上 当然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测试到季线 因为当然如果说 能够在月线游手 对多方是比较有利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整个格局上面 并没有脱离所谓的区间震荡 所以大家不用那么在意指数 每天的涨或跌 尤其你看昨天台股来到了15932收盘 创了一个收盘的一个新高 那以台股的惯性 本来就有过高拉回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昨天创高 今天拉回 这其实也是符合过去的惯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平常心看待就好 反倒是各位也没有发现到的 还是那句老话 大盘今天跌了128点 上市贵集中市场圈 这个上市贵都跌了 那我请问各位今天盘面上涨停的家属多少 记不记得昨天几家 昨天29家 对 对不对 今天的今天25家 也没有比昨天少到哪里去 而且今天是大跌 是 对不对 怎么那么厉害 代表说其实指数涨跌 可是盘面上还有这么多 就是涨停版的 还有更多是创新高的 对不对 那什么叫创新高 不用我再多解释了吧 对不对 那不管是涨停也好 创新高也好 我说过重点是怎么样 重点是你的操作 也没有把握到这些涨停版的股票 又或者怎么样 创新高的股票 就好比说 大乔 谁 龙德造船 对不对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讲 为什么 今天还有创新高 他今天没有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没有涨停 可是他创了146块半的新高 今天全市场全部都在讲 龙德造船 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我说这档股票 我们所有忠实的听众朋友 你们都很清楚 甚至你都还拿到这档股票 这个是我在什么时候给大家的 这是我们在放清明廉价之前 在三月底的时候 当时股价还在100出头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包装成大桥跟小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有没有 那我说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好了 在清明廉价 也就是在放假之前 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相信当时应该没有人怎么样 在讲龙德造船 没有 三月底的时候谁在讲 你自己回想一下 没有人 Nobody 对没有错 可是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我说过盘面上应该没有人怎么样 不讲龙德造船了吧 两样琴 两样琴 你说差别在哪里 差别是当时100出头还没有起涨 现在是已经创了新高 而且你看 已经涨到了146块半 从我们当时布局的一个价位来看 至少都已经涨了超过30% 接近40%了 所以现在当然全市场都在讲 对不对 那我们说了 这一档当时我交到各位手中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100出头 虽然当时我告诉各位 这是100块以上的股票 其实我说奖穿的 就是100出头的股票 对不对 那后来你看 在放完价回来之后 立马怎么样 两天 那个礼拜就有两天 礼拜四礼拜五 对不对 礼拜四工上涨停板 10%入带 轻轻松松入带 然后到了礼拜五 差一档 真的就差一档 等同他怎么样 他涨了9.9% 对 在这种情况下 两天下来 涨了19.9% 对 那后来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稍微整理 稍微震荡一下 昨天礼拜三 立马又拉出 将近是第三根的涨停板 有没有 而且创下了136块的 波段新高 那今天继续再涨 那你看 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 你当时在 结钱就先布好局的话 对 你看到今天 你有没有大获全胜 有的 那当然不是说 今天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他就不会涨了 又或者这个时候 你来买 你就一定赚不到钱 只是说 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相对的 你的位置 你也没有便宜的价钱 可以买的 那如果你没有便宜的价钱 可以买 你的成本比我们高 相对你的风险 也就比我们高很多了 虽然我也知道说 以目前来看 因为我已经公开 给大家的股票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表示 他很可能接得下来 就是要进入到主生段 对不对 可是即便我们认为 他有可能接下来 会进入到主生段 可是我还是强烈的建议各位 当现在全市场都在讲 他有多好 有多好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自己去追 不要自己去买 因为毕竟你的成本 你现在来追你的成本 一百四十几块 跟我们当时 在布局的时候 一百出头 真的相差太多了 因为我说过 一个好的买点 会决定你操作的输赢 有没有 你说放假之前 我们在一千多档里面 就帮各位 我也没有散弹打你 一次给你五档十档 二十档 没有 一千多档 我就在放假前 帮你归纳成两档 就是大乔跟小乔 有没有 有 那大乔先发动 对不对 那昨天到今天 昨天涨停 今天又创新高 有没有 那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也跟各位预告了 即便大乔先发动 可是你不要忘了 大乔跟小乔 两档股票 有相当高的怎么样 有相当高的共同性 毕竟是姐妹嘛 对不对 所以当大乔先发动的情况之下 他小乔自然会跟他呈现一个轮动 所以大乔先出去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特别注意小乔 小乔怎么样 小乔会一触即发 我昨天还特别提醒 我说要赶快把握怎么样 他喷出钱的一个买进的一个机会 结果 我说大家可以去问问看 我们的一个会员 又或者你也可以去问问看 当时在放假前 你两档选一档 你是选到小乔的 这个听众朋友 今天小乔 我昨天就预告了 小乔一触即发 有没有 那你看今天小乔怎么样 是不是果然如我们所说的 今天立马怎么样 攻上了掌停板 怎么又那么巧 我昨天才预告而已 今天又攻上掌停板 怎么那么巧 但是我还是这么讲 这只是开始而已 因为我说过第一根掌停 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它代表的含义是第一个 我们看的方向没有错 因为我说两档是轮动 大桥既然都出去了 两个同质性这么的高 共同性这么的高 大桥出去 小桥没有理由不动 这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概念 那大桥出去之后 接着下来 当然就是换小桥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的方向没错 第二个掌停板 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含义就代表说 它也告诉你说 我准备怎么样 我准备要开始喷了 这是怎么样 这是Final Boating Announcement 也就是最后的怎么样 登机广 我说你不要等到像大桥一样 现在已经喷出了30%了 40%了 然后怎么样 我公开了 然后全市场大家都来追的时候 你又匆匆忙忙的 又来告诉我说 现在还可不可以买 又怎么样的 我说看看市场上 有多少像这样的一个分析区 对不对 都是在涨上去之后 喷出去之后 大家全市场都在讲的时候 他才跟人家一起歌功颂德 当然我不是说 这样子不是赚不到钱 这样一定赚不到钱 可是我说过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的风险你就比人家高 就好比我昨天讲过了 很多人 很多投资朋友 你每天研究 那么多的一个股票 你看了那么多的节目 听了那么多的一个节目 总重视是一个 所谓的多头市场 你都没有真正赚到大钱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你的买点不对 我一直告诉你 一个好的买点 会决定你操作的输赢 对不对 那如果你屡次成本 都是比人家高 那你说 你又如何能够 真正的赚到大钱 我想这一点 还是再一次的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 所以有听我们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景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今天节目很重要 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 带大家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还记不记得 老师在我们的廉价前 就说廉价之后 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在廉价前 就要跟着大家一起来分享 而且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两档 就是大桥或者是小桥 都是美女 对不对 两位美女 果然我们的大桥 先行发动 三天几乎是三根掌停板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除此之外 我们的小桥 哇 今天怎么样 昨天才跟大家预告说 即将要发动 今天就发动 而且一举攻上掌停板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除此之外 天伙们 老师在他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AI相关类型的好股票 攻上掌停板 对不对 这档股票 天伙们 您也不能错过 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这些好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有名额限制 记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抢名额 023659333 023659333 请问不要走开 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欢迎来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 为你邀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士乐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目前这样的盘式 天伙们 怎么样抓紧机会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好的股票呢 老师 我想我们刚刚还是 再一次的跟大家做叮咛了 我说其实一个好的买点 它会决定你操作的一个输赢 那即便现在在行情 来回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只要能够去把握到对的股票 包含涨停的也好 包含是创新高的也好 你能够掌握到这些标的 其实今天指数涨不涨 跌不跌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当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你也要特别的一个小心 这个时候进去你的成本 是不是高人家很多了 那这样子你的风险太高 你会不会有点划不来 就刚刚我们也举例这个大桥 我们昨天就公开给大家 就是我们龙德造船 我们刚也说了 当时我们在放假之前 把它交到各位手中的时候 你自己回想一下 有谁在讲龙德造船 市场上几乎没有人在讲 而到今天 当龙德造船从100出头 已经涨到了146块盘 再创新高的时候 今天市场上有谁 他不讲龙德造船 没错 非常差别就在这里 只不过股价差多少了 已经涨了超过30% 接近40%了 你这个时候来追 我不说 我说过了 不是你一定赚不到钱 只不过你的成本 跟我们比较就好 你差我多少 反倒是在大桥喷出之后 我一直告诉各位 接着下来 你要留意小桥 因为这两档同质性非常的高 而在这种情况下 又呈现一个轮动 所以当大家都在追大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反而应该要把握小桥 怎么样 它的最后的一个切入点 有没有 你看我昨天还在讲 今天小桥怎么样 今天小桥有没有立马 就攻上掌听板 有 对不对 你哪一个会来不及 对不对 那除了大桥跟小桥以外 升级股不也是一样吗 两天前 我还特别叮咛告诉各位 我说升级股即将怎么样 即将风云再起 是的 不要看出宝瑞 现在好像就闷在那里 你看我们才两天前讲完 昨天盘面上 有没有一大堆升级股涨停 包含像4147的中域 那包含像4747的强生 4129的一个联合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那今天你看 到了今天 中域没有涨停 可是继续怎么样 继续又往上去创了一个新高 有没有 那除了中域创新高以外 今天其他的升级股又开始轮动 包含像1752的南光 今天攻上了涨停板 6612的这个奈米1 今天也攻上了涨停板 甚至于1762的中化升 也大涨超过7%以上 有没有 那我说过了 这些股票我手中一档都没有 因为我看的是在未来 它真正有大空间的 今天涨不涨停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 我在乎的是未来它的空间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族群里面最大 你看看过去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不管是药花药也好 不管是这个宝瑞也好 它纵使没有天天涨停板 可是它空间是不是就是最大 对呀 那一样的AI也是一样 你看当时帮各位掌握的倍数的 包含像贝利 包含像林群 我们大赚获利出清之后 现在没有人在讲这两档贵票了 因为当时追高的全部都套住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反而要告诉各位 因为整个AI的趋势还是确立 所以现在没有人在讲 就好比两天前没有人在讲 这个生计一样 我倒认为现在AI又是一个好的一个切入 比如说我们锁定了一档低价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AI的一个股票 昨天供上涨地板 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昨天也帮各位规划了一个 百万体验计划三选一 什么叫百万体验计划三选一 我就说你准备一百万 一百万资金 不用多 就一百万 不论你的资金有两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还是一千万 不论你有多少 你就是先拿一百万出来 来干嘛 来体验一下我帮你规划的一档股票 千中选一的一个好股票 那至于是哪一档股票 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喜好 我们说三选一嘛 看你是喜欢 今天才刚拉出第一根涨停板的小桥 还是我们最新锁定的这个低价的一个AI股 又或者是全新的具备倍数实力的低价的一个生计股 任君选择 反正三档 你选其中一档拿你的一百万 我们就是买这档股票 那登记完成的就会有专人来帮各位做一个服务 我们今天再开放20个名额 请大家好好把握 来 三选一今天再开放20个名额 像是听问我们喜欢今天工厂掌停板的小桥 还是我们最新锁定的AI的这样子人工智慧的好股票 还是我们有倍数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 实力的低价的生计股呢 欢迎听问 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 只要你有一百万资金 赶快加入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打电话咯 只有20个名额赶快拨通 各位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罗宾老师进场 布局的好朋友们一档接着一档 继我们的大桥三天几乎三根掌停板之后 昨天老师还预告说 我们的小桥即将要怎么样 要发动了 今天就攻上掌停板 恭喜大家 除此之外 我们的大桥就是我们的龙德造船 今天还创了一个新高 恭喜大家 每一档股票都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听问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呢 今天我们有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继续给大家20个名额 只要你有100万 你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我们的小桥 还是我们的最新锁定的 低价AI人工智慧的好股票 还是我们的低价的生计类型的好股票 有倍数实力的这一档呢 三档股票让您三选一 跟着老师一起进场来布局 023659333 023659333 只有20个名额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欢迎听我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赶快跟邵老师脚步 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只要你有100万资金老宝们 三档股票 让你选一档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小乔还是我们的呢 最新锁定的AI人工智慧的好股票 还是我们的低价生计类型的股票呢 欢迎听我们的好股 三选一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拨通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laisse viol起来 重与 catastroph 掏流似大一 前述 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